好 来来来来 听课听课注意 这个自动化扩容和缩容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有 当然有问题了 我们想我们前面讲过的 系统出世化的流程 这玩意为什么不加监控啊 是不是 对不对 有 有问题 需要加监控 比如说这个啊 我们这里边要注意啊 这个监控容往往是我们做自动化扩容容易少了 什么 监控 一定要注意啊 很多时候你就忘了这一刻了 监控 哪怕你这台机器只上去几分钟也在做监控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不知道这台机器什么时候下线 对不对 有可能一上去上好几天啊 也有可能从永远不下来 都有可能 所以说你千万不要做事后 因为监控这个东西 它不占时间呢 你装好起来 我们后面讲 在北克斯的自动化注册 很快的 不占时间的 但你如果不加 你以后可能忘了 你曾经自动化扩容台机器 没有加监控 你不知道 哪一天挂了 有问题呢 才知道 哦 那一台我想起来了 上个月自动化扩容的 哎 我们后来没有下监控 往往会出现这样的层面 所以说我们在 我们写的非常的 就是一上三五六七写的比较简单 你们在实际去操作的时候 一定要想的更细一点 好 我保存一下啊 啊 所有人的时候 还需要移除监控 对吧 对 移除监控 或者说像这个这样一样 先关闭监控 先关闭 因为后面可能还加上 对吧 然后后来再移除 所以说你注意啊 加东西 删东西的时候 一定注意 不要一次性把它删 你看我为什么加什么buff 就是这个意思 你不要一次性 咔就把它下线了 哪天要用呢 所以说你不要一次性 把它删除掉 可以先关了 然后最后再删 来赶紧赶紧赶紧 抽烟去了是吧 好 这是我家的 哎 谢谢 谢谢 咱们这期应该给大家那个 有一定那个 经常会打一些红牛机制 是吧 我会给大家那个 在某些技术问题上 来做一个那个 PK 对吧 输的人买红牛 哎 这个挺好 这个挺好 我们上一次 PK的是 是NX的那个日志 是Must进程写的 还是Work进程写的 对吧 后来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 后来我们的答案是Must进程写的 对吧 除非只有你 当你只有一个 当你只有一个进程的时候 就Must work在一起的时候 那可能是 因为就大家在一起嘛 你就分不清哪个写的了 对不对 所以说NX的日志 应该是Must进程写的 对吧 但你要知道Must的进程 他们在写的时候 Work进程和Must的进程 对吧 主进程和子进程之间 有什么进程间共享 所以这个日志并不见得是 是真正意义上的Must的写 只不过写的时候 确实是这个进程来写的 他去我们做系统调用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是他打开了这个日志 然后并往里面写文件 对吧 可能写的方式 可能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咱们这一期 咱们到时候也找一个细节 咱们来做一个PK 肯定要找难的 对吧 就是那种有奇异的 可能说你不做 不做深入研究的话 你找不到答案的 这种问题很多时候 你在网上找不到答案的 因为没有人就会 会去研究这么这么深 好 那么咱们讲完了这个 运维智能化 好 那么咱们在前面的课程 已经讲了什么呢 讲了 自动化运营的发展 我们再回忆一下 第一个 标准化 工具化 对吧 然后再往上呢 外博化 对吧 平台化 然后再往上呢 服务化 API化 然后再往上呢 智能化 好 那么咱们第一个学的 就是标准化 稍等啊 这呢 好了是吧 好了吗 好 好 那么咱们第一个学习的 就是标准化 对吧 所以这也是我常说的 就是说 没有流程的自动化运营 就是耍流氓 对吧 啥流程没有 啥标准没有 你天天跟他搞什么 自动化运营 你不逗我呢吗 对不对 那么我们刚才讲了 第一步是标准化 流程化 好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怎么做标准化和流程化 这玩意怎么做 对不对 我是不是带有一些 有没有什么参照物给我呀 明白什么意思吗 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参照物 能让我来做这个标准化 流程化 有 那么这个参照物就是我们马上要讲的叫做 ITL 接下来咱们要讲这个基于爱头的IT运为管理体系 基于爱头的IT运为管理体系 这个比较老 这个比较老 这个PPT比较老 我没有改过 好 我们看内容就可以了 那么我需要通过爱头让大家学习什么是IT服务管理 我们今天我马上要学的 什么是IT服务能力承受度模型 什么是爱头 其实你们现在学有点早 这是运为经理才学的 这是因为这是管理者才学的东西 普通的运为可能不一定需要学 但是管理者一定是需要学的 就是说你以后想做运为经理 那么爱头是你必备的知识 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得有一个理论依据吧 就像你们学开发 一般都会学项目管理是一样的 那么学运为我们都会去学习爱头 不要着急 我们一点点来 一点一点让大家学会 好 我们不要说什么是IT服务 我们这样 我们一点点来 先讲什么是服务 不要认为你会 所以说我老说有一种以为叫做你以为 有一种以为叫做你以为 什么是服务 你先看到我这个图给的定义 我们现在学着都是因为我们要学爱头 明白我的意思吗 但是我在存图 给你们一点点来学 我现在直接告诉你们爱头 你们是懵的 这么一干啥的 对不对 好 那么在存图开始 什么是服务 服务是向客户提供价值的一种手段 使客户不用承担特定的成本和风险 就可以获得所期望的结果 简单的说运营是不是一种服务 我们在公司 我们就是给他们提供运营服务 所以我们先站在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个服务 看到没有 我爸这几个关键点 别看一句话 能跟你聊一天 关键点 我已经飙红了 向客户提供的 什么是我们的客户 对于我们运营来说 可能开发测试 其他公司 其他部门 就是我们的客户 对吧 我们是提供服务的 提供价值的一种手段 我们的服务是要干什么呢 创造价值的 明白的意思吗 我们的服务是要创造价值的 的一种手段 这是一种手段 使客户不用承担特定的成本和风险 他们是不用考虑这个成本和风险的 所以大家老说运营背黑锅的 一当机就找你 你就是干这个的 你就不能让别人承担这个风险 当机的风险是运营需要来扛的 你是一个服务的提供者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说运营背黑锅这个词 我们刚开始我们就聊 现在我跟你们聊是因为开玩笑 因为我自己不是这么认为的 我不认为运营是背黑锅的 你提供这个运营服务 你就不能让公司再承担这个成本和风险 但这个成本可能是对于那种 公司和公司层面来讲的 对吧 对吧 就是说风险你不能让我承担呀 我一个月给你好几万块钱 然后就天天让我当机 你说老板我不找运营 我找谁呀 我能找谁 对吧 这么说吧 我能找谁 我找测试 不行吗 不找开发 不行吗 除非说开发写个死循环 那我还找运营 为什么 写个死循环你干嘛不回退呢 不说有问题干嘛不回退呢 是不是还找运营呀 反正总之 就是找运营 对吧 好就可以获得所期望的结果 我为什么说这个聊都聊一天呢 有的人觉得我干的特别好 为什么就是不涨工资呢 因为 你创造的不是别人所期望的结果 就这么简单 明白我的意思吗 为什么说有一种以为叫做你以为 你以为你干的好 老板不这么以为 是不是很悲伤的一个故事呀 对 你技术特别的牛 然后你认为你在团队发展的特别好 你把这个自动化 自动化做的特别的好 就是不涨工资 因为老板认为我需要你达到了一个 我对你的一个期望 你没有达到 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这样 所以说你要理解什么是服务 你才能做好这个工作 非常的简单 有没有 我们想想我们身边有没有这么多人 咱们大多数人 80%人都在工作过 有没有这样的人 天天 就是天天也踏踏实实地工作 然后也不怎么爱说话 然后好像什么优秀员工 也好像和他没什么关系 好像那个 年终奖好像也没听说他高多少 但这个我们好像就是确实很牛 然后确实在团队里还挺重要的 有没有这样的人 当然有了 我们团队就这样的人 就是踏踏实实干涉 然后好像也也没怎么样 对吧 就这样 就就这样 没问题 这没问题 因为领导想要的不是这样的人 领导需要这样的人 但是涨工资的人不是这样的人 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样人团队当然需要了 对吧 必须需要 但这样的人 未必我就会先给他涨工资 我可能需要考虑到其他的人 比如说某一个人 他可以带领我们团队成长 那么先涨工资应该是这一类人 对吧 然后才是他他是干活的一类人 我不能让人家寒心吗 对吧 但是能带领团队成长的 肯定是第一个要 我要先涨工资的 因为这是我的期望呀 老板 老板我的期望是我们团队不同的不停的在成长 对吧 能不停的在成长 对 所以说期望不同 那么这个结果就不同 这就是服务 这就是我们运营提供的服务 好 什么是服务管理 服务管理是一定是一套特定的组织能力 以服务的形式为客户提供价值 为什么我说这运营经历才学的 你现在要站在运营经历的这个高度 你要管你们团队 怎么管 对吧 我们团队是提供服务的 那我是不是要做这个服务的管理呀 对不对 你是DB 你是网络 你是系统 你是什么什么安全 对吧 我不能让你们直接对外吧 我对外输出的是一种服务 对吧 那我要把我们那个团队通过服务管理的模式 把他管理起来 好 什么是ITSM ITSM就是IT服务管理的所写 明白的意思吗 ITSM 这是IT对服务管理的所写 那么ITSM 它是一个以流程为导向 以科普为中心的一个方法论 这么说吧 就是ITSM是什么呢 它是一套理论 理论 明白什么什么理论吗 方法论 什么叫方法论 它是一套理论 但是呢 这个 这个理 它这是一个核心的理论吗 对吧 那我真正干活 是不是得有相关的实践啊 好 IT就是这样的一个实践 那么IT的话 它就是 它的全称是什么呢 叫做IT基础架构库 某一看像个名词 是吧 好吧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其实它表达的不是一个名词 但你某一看是像一个名词 它确认也是一个名词 它代表的是一个IT基础架构库 那么这个库里边有 有几本书 这个书里边讲的就是什么 最佳实践 大家都知道什么叫最佳实践吗 就我告诉你 这样做最好 明白什么意思吗 比如说你不知道怎么定义什么流程 是吧 我告诉你 这个流程应该这么定义 是最好的 但你能不能用 那就是对吧 你不用 你可以不完全参照这个 但我告诉你这是最好的 这叫最佳实践 那么ATO呢 就是 就是这个最佳实践 所以说先有这个ITSM 后有了这个ATO 因为ITSM 这个ATO得到了关注和发扬 以前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叫IT服务管理 是因为有了ATO之后 我们就开始提IT服务管理了 以前你 其实咱们很多人没有听说 不是说他不活 是因为你没在大公司 你在大公司都有 你像BAT这样的行业 他们很早很早都开始 都开始基于这个IT做他们的运维管理了 明白我的意思吗 小公司最近开始学 是因为小公司很多人最近才知道 你们毕业了你们就知道了 是这样的 我也是在哪一年 一几年 前几年吧 一年一二年 然后公司免费让我们去学习ATO 我才知道 所以有条件的话 你们公司可以申请一下 免费培训一下 好 那么ATO是ITSM的最佳实践 我说了最佳实践 我要做服务管理 对吧 怎么做 我ATO给你说了怎么做 我们等一下再看怎么做 ATO为ITSM提供了一组核心的流程和专有名词 就流程对吧 你想知道怎么做流程 我有 ATO有 ATO不仅仅有 ATO写的特别的详细 第一步第二步该怎么干 这个流程该怎么干 比如说你们要做故障管理 ATO有清晰的故障管理的流程图 你照搬就行了 最佳实践 特别老棒 ATO告诉我们什么该做 但没说具体怎么做 就是说我告诉你这是最好的 但你要怎么做 我不知道 因为每个人的团队都是不一样的 对吧 你们怎么做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这么做最好 那么你就可以根据你的团队做加法 或者做减法都可以 对吧 基于ATO的历史 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查 我们比较找个地方给你们念一念 对吧 这东西是英国那边去开发了一套IT管理方法 最早所以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有了 到最后才成为适时的行业标准了 适时的行业标准 好 然后 注意 ATO不是硬件不是软件 它是一个可以直接使用的标准 就是这个最佳时间 你可以直接照着人家那个方法来 来做这个流程 就我刚才说的各种流程文档怎么写 对吧 你按照流程那个流程怎么写 流程图怎么画人家东西写好了 好 我们可以看看ATO的目的是什么 将我们IT管理标准化模式化 就我刚才说了 我们自动化运营的第一步标准化 ATO可以帮你把这个东西标准化 减少人为操作带来的失误 然后可以通过 这些你不用看 你可以告诉业务部门 我们可以做什么 还做了什么 因为最大的问题就是老板不知道你在干啥 对不对 是不是老板不知道你在干啥 你天天忙里忙到的 那么通过ATO你可以告诉老板 我可以干什么 我干了什么 然后呢 通过系列流程 知识库减少对英雄工程师的依赖 把经验积累下来 有的公司靠一个就是大拿 对吧 就是大拿走了 这个公司就要黄了 这样当然是不行的了 对吧 那么ATO我需要的是 我不能依靠这种英雄主义的工程师 不需要这些大牛 我需要的是 把这些东西都积累下来 形成知识库 什么要知识库呢 就我说 简单的说 就是我一堆文档 这你们都理解吗 什么NGS安装文档 LVS安装文档 KB11安装文档 这你懂了吧 对吧 你来个新人照着一看 一步一步都能凑了完 这个知识库 我可以把它沉淀下来 比如上机器怎么上的 这些东西 就这些流程 我可以把它沉淀成知识库 通过对流程的管控 减少成本 降低风险 提高靠客满意度 减少成本 我就不用招那么多大牛了 对不对 是不是 我把这些东西沉淀下来 一个普通人执行一下脚本就可以了 我是不是不用招那么多大牛了 招那些大牛过来 他们还可能相互打架 反而让我提高了我这个风险 对吧 而且我通过这种标准化工具化 是不是叫流程化 是不是降低了风险呀 你按我这个流程 一个三四五六七 我都用了三年了 肯定没问题 对不对 肯定不会有故障 对吧 降低了风险 提高了客户满意度 你说干这个事 我可以告诉你五分钟 为什么 因为我们按这个流程 肯定是五分钟 不可能长 对不对 是不是能提高客户满意度呀 我干任何的事 我可以告诉你 我多久能干完 我怎么干呢 我可以很快的速度来干完 对吧 我不会说 这个不一定 我再看我现在有没有时间 我再看有没有资源 我再看一个三四五六七八九 对不对 好 I2和ISO2万 是这样的 I2发布以来被成为事实上的管理标准 这个有点像那个TCPIP TCPIP模型和那个OSI七层模型 我们都知道OSI七层模型是一个国际标准 对吧 TCPIP模型是一个事实标准 I2和ISO2万也是这样的 I2的话最早是一个事实标准 后来英国标准协会 发布了一 I2为核心的国家标准 BS15000 然后来05年的时候 国际标准组织ISO 注意啊 可不是OSI 国际标准组织ISO 以快速通告的方式 批准了ISO2万的标准决议 注意 这个ISO2万是针对公司的 是针对公司的 I2是针对个人的 什么叫针对公司 就是说你们公司 如果符合ISO2万的标准 证明什么呢 证明你们公司 可以非常优秀的提供服务 明白我这意思吗 比如说你们是一个软件外包公司 如果你们遵循ITO的话 如果你们得到了这个认证 那我在国际上 我就认为你们公司 可以非常好的给用户提供这样的服务 这个你们能明白吧 就像一个资质 对你说对了 对于公司来说 它就是一个资质 明白了吗 我这也可以 继续 这个知识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当时学的时候 我也觉得这玩意 学了有啥用了 刚上了第一天 我觉得让我眼前一亮 你知道吗 真的眼前一亮 我觉得我为什么以前不知道 我以前做运营经理都乱管 我只从学了ISO 我才知道我有目标 我有方法 我有自己的方法论了 不是乱管的 我们都知道企业管理 你要学什么 什么MBA是吧 企业管理 那么服务 我们做运营经理 服务管理也有标准 就是ITO 好 我们来看一下ITO的区 和ISO两万的区别 那么ITO是一个最佳实践 ISO两万 它是一个衡量的指标 因为它是对机构进行评价 就是一个指标 看你有没有达到 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么ITO的话 它没有一个能力衡量的指标 就是我说最佳实践就这样 你有没有达到这个 并没有 那么ISO两万是全球统一的 ITO是对人员进行认证的 就ITO有证书 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和你们学什么RGCE OCP一样的 ITO也有证书 我当时考虑的就叫做ITO V3的一个证书 初级证书 也有证书 那么ISO两万是对机构进行认证 就刚刚我说的 你们公司如果能达到ISO两万的认证 那么对吧 你可以提供国际化的服务 都可以 这个证书全球都认得 好 然后ITO的话是 咨询机构提供他们眼中的IT 他们承证度结果 就是ITO的话 一般会有这种咨询公司 那么你像咨询公司 如果你们公司想做ISO两万 它是怎么干的 是这样的 这个咨询公司需要你们 相关的人都需要有ITO的认证 明白我的意思吗 然后按照ISO两万的这个指标 看你们有没有达到 你要不会ITO 你肯定达不到ISO两万 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你们 你们是用ITO这个方法来管 然后ISO两万是一个指标 我衡量一下 你们有没有达到这个目标 这我看大家都听明白了 就ITO和ISO两万 所以说以后 当然你要做运营经理的话 你可以考一个ITO 或者让你们公司报名 跟你参加一个 我记得当时公司花大概六千块钱吧 就报名加培训加考证 总共也就六千块钱 项目管理你也可以学 项目管理也就六千块钱 PMP 我也考过PMP 我很牛嘛 不是为了告诉你吹牛嘛 不是吹牛 确实考过 PMP 项目管理 因为你要做真正的一个运营经理 或者说以后做运营总监 你不会项目管理 你搞啥呀 你还想搞一个运营开发的项目 这是不是一个项目 你是不是需要管呀 对了 对了 甚至说我要实施ITO 这是一个项目 对吧 我现在在我们公司推广ITO 这就是个项目 如果你可以按照项目管理的方法论来管 所以你看到吗 做这个经历容易吗 不容易 除了技术 还有非常多的软技能 需要你们去学 一个是ITO 服务管理 一个是项目管理 目前国际考认证就是PMP 还好 这两个认证都有中文的书 你只要想学 你看书 好 继续 ITSM 管什么 怎么管 管的咋样 简单的说 对吧 ITSM告诉你管什么 注意这个是ITSM告诉你的 不是IT告诉你的 你要管什么呢 你可以看一下这里 从两个方面来设计的 一个是能力 一个是资源 对吧 分为了两个 一个是能力 一个是资源 能力和资源是用来干什么呢 是用来创造价值 服务产品 是用来创造价值的 对吧 那么能力包含什么呢 管理组织流程知识 人员 资源包含什么呢 注意人员两边 人员信息应用基础设施 自己 简单的说 能力就这个资源就是说 你有多少钱 这么说你能明白吗 我只是简单的说 能力就是你能干多少事 对不对 你有多少钱 你能干什么事 加起来你才能创造价值 明白我的意思吗 缺一不可 但是你看到吗 能力和资源里面都会 都会有人员 对不对 决定人因素在哪 在人 但他不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但人确实很重要 所以说有MBA吗 学怎么管人吗 对吧 好 怎么管 等一下我们讲 就是Ito Ito告诉你怎么管 管的咋样 好 往下看 管的咋样 Ito服务能力承受度模型 Ito服务能力承受度模型 我们来看看你们公司处在哪一个级别 你们公司的服务到底是成熟度处于哪个级别 第一个级别初始级 被动响应 没有文档记录 几乎没有过程是经过定义的 各项目经验无法重用 依赖于个人的努力和英雄主义 简单来说 就是啥也没有特别乱 明白了吗 文档没有 流程没有 这东西怎么干的 你问他 你问他 只有他知道 不知道 没有文档 不知道 这个服务挂怎么办 你找他 对吧 他弄的 他负责的 除了他没人搞的 这就是初始级 明白吗 那么就是初始级 你项目经验无法重用 这很有说吗 当然无法重用了 你看你的 他干他的 依赖个人努力和英雄主义 当然那更不用说了 你这个人能力强 你这服务就稳定 能力差服务就不稳定 英雄主义 对吧 这哥们哪天走了 没交接明白 你这服务就跑不起来了 大家笑 是不是很多人公司现在处于这样一个级别 好 那你们学完架构 那么你要把你们的公司的这个服务能力把它提高 至少把你运为运为部门这个服务能力提高吧 对吧 这个级别 可重复级 建立了基本的服务管理过程 就是你大家也知道了 知道挨头了 所有的项目有默认的规则 但没有文档化系统化 简单的说你们都有潜规则了 这个东西怎么干 你们四五个人 你们心里都明白 但是呢 你没有文档化 就没有把它写下来 就还是你们商量着来 这就可重复级 但那个经验也能共享 对吧 你们反正你们四个商量着来嘛 产品和服务没有清晰的目标和策略 咱们下个月的目标干啥 下个月 最近好像这个OpenStack比较火 要不咱们搞OpenStack吧 下个月呢 刀客比较火 咱们搞刀客吧 总之就是没有特定清晰的目标和策略 反正就咱们四个商量着来 也很多人出去这样一个局面 很多公司对吧 反正也不是说啥都没有 我们商量着来呗 对吧 好像干的也挺好 好 可重复级 再往上定义级 已将IT服务过程 文档化标准化 并综合成标准的服务过程 就我有文档 我有标准 我有流程 而且我都写好 根据客户需求调整服务产品的服务战略 实当的工具和信息报告 这个你听得比较模糊 就这样 你觉得我这个流程不合适 我可以改 然后呢 我这个流程完可以进行相关的一些评测 比如说 这个流程可能需要五分钟 不行太长了 我们改一改 色展成三分钟 就是定义级了 就是说 你走了 公司还能我的转 这个东西都有 所以说你们最起码要处于这个定义级这个级别 你们学完至少你们以后做运维经理 你们最少是定义级 你别过整个 咱们商量的来吧 下周干啥 先把这个数完成再说 下周再说下周的 这样不行 你得有清晰的目标 我们第一季度的目标是什么 第二季度目标是什么 第三季度目标是什么 第四季度目标是什么 这一年你来非常清晰 因为你是一个运维经理 你是一个管理者 好 再上面管理 管理级 受监督可测量的IT服务体系 根据业务战略调整服务体 就是说你这个 你整个流程 可以清晰的进行监督 哪个地方不对 可以进行测量 哪个地方少 就是比定义级再高一层面 就是说你能 你能 你能说你这个体系可控 明白这个意思吗 可控 就是说你每个流程都有个负责人 这个负责人去管理他 可控 而不是说写完了就不管了 写完定义完了就不管了 那么管理级交易后 你不仅定义完了 你要可控 优化级就持续服务改进 这个就很明白 就是说我不停的有一个人去看我 去看我所有我运维服务的 看这方面的东西 看哪个地方不对 我改 哪个地方不对 我改 这个优化级 叫持续服务改进 我不停的改 不停的改 这样的话 我这个是不是越来越好呀 是不是越来越好呀 持续服务改进 那么这里边的话 有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方法论 叫做 叫做什么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不小心打开了百度 叫做什么呢 叫做代明环 这是一个这样管理的体系 叫做代明环 PDC循环 又叫做代明环 注意 那也我再强调一遍 你们现在是运营经理 不要把自己定为一个运营 那你现在听进入一坨浆糊 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现在运营经理 代明环 PDC 叫代明环 是美国质量管理专家 代明博士提出的 那么他 你看他经历了四个阶段 他的PDC 就是这四个单次的缩写 计划实施检查处理 然后这是一个环状 不停的走 不停的走 对吧 也就是我们在做服务管理 我计划了 然后实施 我检查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我就改 对吧 改的话 对吧 就持续了这样的 不停的 有问题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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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问题了 我制定目标 然后再去实施 再检查 然后再处理 然后还有问题 我再制定计划 再进行实施 再检查 再处理 就总之 有环 不停的 这个像一个环 不停的往上滚 明白我的意思吗 滚着滚着 你这个是不是 你那个成熟 就越来越成熟了 你这个体系 就这意思 这虽然说一个质量管理体系 但是可以用来 我们做这种 秩序的一个服务的 优化和改进 代名环的特点 看到没有 你经过这个 它这像爬楼梯 上升式循环 对吧 你每转动一周 你的质量 就提高了一步 对吧 你看我们这个流程 这个自动化 不属这里 就我们刚刚讲 自动化扩容这里 好像少了一个东西 我加上 我是不是就更进一步了 然后我 那我计划一下 我怎么来加 然后我来实施 然后检查一下 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继续 继续改进 然后再制定计划 继续改进 所以说是一个 爬楼梯的上升模式 随着得带民怀 不停的滚顿 滚动滚动滚动 然后你这个服务知识体系 就做得特别的好 好 这个就是咱们刚才讲的 ITSM ITO ISO2万 然后下面我们就 给大家讲 什么是ITO ITO里面到底 能帮我们定义哪些流程 OK 谢谢观看